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于4月8号至10号 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 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今天的演练重点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夺取制海权、制空权、制信息权能力 任务部队同步组织环台岛战巡禁逼 塑造全项围岛射压态势 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后 从地面指挥机构到空中指挥枢纽 从陆上火力单元到海空作战平台 指挥信息高效流转 任务兵力密切协同 战区陆军远香火 海军驱护舰、岸岛突击群 空军尖击机、轰炸机、特种机 火箭军、长岛火力单元等任务兵力 快速向预定区域机动集结 展开行动部署 暗海空网电对抗力量 全程展开电子侦察、干扰压制等支援行动 正在执行警寻任务的战区海军多艘驱护舰 高速向台岛周边海域射压进逼 灵活机动抢占有力阵位 根据现场态势 组织禁具突击、远遇射阻、防空反导等 课目演练 为全面夺取海空优势 在台岛周边海域 联合反潜演练同步打响 警巡舰艇编队与反潜巡逻机组网舰链 构成联合反潜体系 反潜巡逻机率先发现水下一场 远程水声监听力量协同验证 引导多型平台装备前出侦察比对 经过数据融合分析 精准捕获目标信号 各水面舰艇迅即展开围堵区间 协同力杀 我们海军舰艇编队 在台岛周边多余步视 在实战、实案、实境条件下 检验了部队 针、控、打、防、平等关键能力 进一步贯通了联合作战信火链路 在夺取制空拳演练中 战区空军数十架歼16、歼10C战机 挂载实弹 在预警机、干扰机、加油机引导支援下 展开多波次中远距空战对抗 各型战机混合编组灵活步视 运用干扰压制、战位阻击等方式 对敌空中兵力实施快速巡舰 有效夺取并保持任务空域制空权 在对抗空战中 我们依托制空作战体系支撑 实现敌情信息实时传递 战场态势快速共享 联机打击高效发起 当天战区陆军多个炮兵旅 火箭军多个常规导弹旅 依令进入预定作战地域 各发射单元迅及占领发射阵地 展开发射准备 协同海空突击力量 对预定目标实施模拟打击 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火力快反和远程精打效能